哈囉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們大家好 下午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呢 是Porsche的K-Man 那不論是我發音正不正確 好像是正確的Porsche的面法應該是Porsche吧 那不論是Porsche或是Porsche 大概大家知道這一台就是寶石姐就好了 那這一台的代號呢是K-Man K-Man的話 在台灣的話 Buster第一個世代是叫986 再來是987 再來是981 那最新款的代號應該是982 甚至是有的是叫718 那這樣的世代呢 算是K-Man裡面算是第二個世代 那它的底盤呢 小跑車 雙人座的小跑車 Buster還有K-Man呢 都是共用這樣的架構 那它的前後都是一個Porsche裡面 最經典的一個前後賣化成的獨立懸吊系統 那它的引擎配置的話 這個是中置引擎後續的一個小跑車的車款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要安裝的呢 一樣是KT的避震器 但是這樣的車系 畢竟它都是一個比較偏向 嗯... Spot風格的一個車款 所以這台車呢 我們前後都幫車主配置了 魚眼上座 那它的後面的魚眼上座 是Camber不能調整 前面是可以調整Camber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 那個引擎室喔 引擎室不是在前面喔 因為它是中置引擎 所以它的引擎室呢 是在後面喔 那我們把後箱打開之後 這個不是叫行李箱 這個叫後箱喔 那把它後箱打開之後 這裡在軸上方呢 會有一個上座 那這台車要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需要把這些的塑膠的飾板喔 這個算是引擎喔 引擎的上蓋呢 把它打開 塑膠引擎的上蓋打開之後 才可以看得到這裡的結構 那這台車並不是台灣保持捷的代理車 這台是日規的車喔 但是它基本上架構都是相同的啦 它的上座喔 這個是我們的 它上座是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所以我們的魚眼上座 也會做一個專用的轉接座 來符合它原廠一個特殊的斜度 所以它的上座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個往車裡面斜的角度 所以這一個喔 就是我們的魚眼上座 我看的我看不到 這裡 這裡的話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這個有一個LOGO 往順時針的話 像這樣順時針它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做調整 那其實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的後方喔 後方的阻尼 行程其實都是還蠻短的喔 像這台車我們後面的 以它的重量 還有中至後驅的 的一個配置來說 我們後面彈簧是配置了180場 7公斤的彈簧 那這一台的底盤其實本質就已經很棒喔 車主的話也換了很棒的東西 譬如說這一台的輪胎是米其林的PSS 那這個是前後配的一個規格 前面是295 後面是235的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前後配的規格 那它的避震器基本上還蠻簡單的 算是一個獨立式的賣花層喔 所以它的腳管是插在羊角上方 就像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車系 譬如說日系車的 Focus好了喔 或者是日系車的休旅車 S-Trail T32 它的前面避震器大概都是像這樣的結構 但是Porsche它很多的車款呢 前後懸吊系統都是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都是插入式的賣花層喔 所以它的上座跟避震器是有一個角度在的 是有這個角度 所以角度的話 第一個我們會比較建議配置魚眼上座 或者是說沿用原廠上座 是比較適合的一個設計方式喔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配置180場 公斤數字器公斤 但是它的後軸重量的話 引擎它的配重很棒喔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會比一般的 前置引擎的前驅車種 後面還要來的重一點點 而且彈簧還蠻短的 只有180場 而且是配置了7公斤的彈簧 那它原廠的彈簧其實也就接近 像這樣比較偏向直捲式的 一個小圈徑的彈簧 所以它整體的操控來說的話 改裝的它只會比原廠的一個操控性的話 略微提升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是它的煞車系統 前後都是配置一個多活塞的煞車系統 那這一台的話動力 如果沒有記錯這一台 那個世代的話都是3400CC KMAN S或者是2700CC 都是一個NA引擎為主的一個動力輸出 但比較後期的Porsche的這些系統呢 就都一樣是改成渦輪進氣的一個 強制進氣的一個引擎動力系統 當然在動力上來說的話 為了節能 所以它的吸氣數變小時候 用渦輪增壓 所以它的馬力的話 其實反應都不足前一個世代的引擎動力 那它的我們KT的用料部分的話 像在主尼有用料的話 我們一樣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一整桶 進口的IP的主尼有 IP的主尼有它並沒有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 它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油品 油封部分的話 這個車系應該很 日本的Tim應該很少做吧 油封的話我們使用的是日本 跟Tim一樣是等級的 Tim的話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我們油封使用的是日本 最大品牌NOK的油封 所以我們的用料基本上都相當的不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不是引擎式的 這個應該算是它的前面算行李箱了吧 這個小跑車 所以它只能做雙人座 那這台是日規的 所以它有一些貼紙 標籤的話都可以看得到一些日文的一些規範 像這個是前後配的一個輪胎旅圈規格 這個它的本來原廠就已經是一個前後配的 小跑車一定要配備的就是標準的賽車而已 還有比較運動風格的內裝跟方向板 那這個是保濕捷最經典的三環式的 它的中間的話不是時速錶 中間的話是轉速錶 那時速錶的話在旁邊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前箱 前箱的話如果要拆到前面避震器呢 是需要它有一些飾板 需要把這些飾板把它打開 它都是做一些快拆的機構 所以它前面打開是沒有引擎蓋的 它也是沒有引擎的 它是一個簡單的行李箱 那像之前的話有一個客人 它是要來載避震器 這個行李箱還算大了 之前有一個客人要來載避震器 連這裡的空間 因為它還有放棄的東西 所以是連一箱的避震器都載不下的 所以這個車子基本上是要載沒用的 不是載避震器用的 那在拆前面避震器的時候 它有一些飾板 所以前面避震器的話我們 你從你在那邊就好了 這個飾板它有一個快速拆 快速旋鈕 我們把它旋開之後 這個飾蓋拿起來之後 它會有電瓶 它的電瓶是前置的 那它的避震器上座 是坐落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避震器的上座 不需要再拆很多東西 只需要把這兩個飾蓋把它拿開之後 就可以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前面的話 它還是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前面的話 我們的上座配置的話 就配置的是魚眼上座 那魚眼上座的話 因為要為了要做Camber 所以前面的上座 是可以做一個Camber的調整 它原廠其實就有一個 橢圓形孔的一個上座螺絲孔 所以它前面的上座 大概可以做大概 3-5mm左右的一個微幅調整 但是3-5mm的微幅調整 畢竟還是不太夠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橢圓形的溝槽 可以讓它的前面的前輪 在針對不同的需求 做出不同的定位的角度 這個是前後配的19寸輪胎跟鋁圈 原廠的話就已經有是前後配的 原廠有很多的規格 有18的有19的 整體的造型很流線 畢竟是一個雙人座的小跑車 大概已經安裝完成了 這個是前面的煞車 前面煞車一樣是配置了 打孔的一個多火賽的煞車配置 它的車高調整 這個車高調整 它的調高調低的範圍其實很寬 畢竟它本來的車高就不高了 所以我們微幅調高的話 最高還可以比原廠更高 但是一般來說 它還是跑車嘛 所以它的車高 一般都是會比原廠略低為多 今天的話 後面的話大概會 會比原來其他品牌的 還要再舉升 大概10mm到15mm左右 所以後方的話 大概會是一指半左右 以上是今天的 987的一個 安裝KT避震器的介紹 這台車 車主也都是在中部的樣子 所以如果想要對這台車 比較更了解的地方 可以私訊我們 那如果有其他車款 需要試乘的話 也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 掰掰